欢迎回来今天有话要说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智慧型的手机 谈到这里我们请到的是苏森跟张尼要来谈一谈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 不要明天一早上起来就去买那个DiPhone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就是媒体的版面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拥有iPhone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经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 如果说您真的不像我们经常要check大家的电邮 或者是说要经常使用电话 或者随时都必须要上网的话 可能不需要这些功能 就是一般的可以讲电话 告诉先生我要回来吃饭 或者告诉太太我要回来吃饭 就有这种功能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再来接听观众朋友的抗议电话 首先来接听的这位是在Mountview的池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Mountview的 那我就说一下iPhone很好用 就是我去年 我也是第一代的用户 那我去年因为 iPhone以后第二个月和朋友 我们去圣地亚哥去那边去玩 然后我们在那个 好像是墨西哥城吧 离那个墨西哥 一个小墨西哥城就在圣地亚哥了 那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车 很大车就被那个好像被 波格雷了 就是被 被 他们偷一些东西 然后被那些强盗好像偷偷 然后 然后我就马上用我的iPhone 找他那个 Honda的那个 币轮 然后又给警察打电话 然后非常地方便 就是用他那Google Map 然后是用这些上网的功能 我就觉得我的朋友很amaze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网上也知道有一个美国人 给他九十多岁的祖母 买了iPhone的祖母 好像也很喜欢 就是说老人家都可以 会用这么简单的高科技 谢谢您 谢谢池先生 我们接着来接下一位的观众朋友 这位是在Sara Field的谭女士你好 谭女士请讲 谭先生请讲 陈先生吗 请说 刚才John有提到 水晶指甲说这个尖略的问题 我上次在雅虎上面 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真正长指甲女士 可能用起来会有困难 因为她本身的 并不是单纯接触 她是靠静电的方式 所以必须要真正皮肤的接触 我所了解是怎样 给你们参考 好谢谢您 特别警告刚才那位赵小姐 好我们接着来接 下一位的观众朋友 这位是谭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 我的先生是有用iPhone 我自己就是用Blackberry 但是iPhone在我们整个Marine的很多地区都没有信号 因为是跟AT&T的服务 我们很多地方都接收不到 所以就相反变作没有很大的用处 最后我们都得转成这个Verizon Blackberry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差别 对我们而言 好谢谢您谭女士 谭女士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现在第二代的iPhone 有一位朋友他住在Santa Cruz 然后他就说本来第二代的iPhone 比我们第一代是要快三倍的3G的 结果他发现在了Santa Cruz 也没有办法 就是跟我们一样 所以就是看大家居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有什么样的功能 也就是因人而异 因地而异 不过Blackberry 我相信就是刚才我们朋友打电话进来都在谭iPhone 其实我想Blackberry也是同样有这种功能 只是说设计上跟我们不太 没有那么花窍 对对没错没错 就是没有所谓的所谓触控萤幕这种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各家KRA都有 就像刚刚那位小姐说的 他可能在某些地方他iPhone没有收讯 可是他用其他家KRA的话 那可能他的Blackberry 他就可以收到有收讯的功能 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因为我实在很担心 我们今天来把手机亮起来 我们今天拿这个手机来做节目 我很害怕大家弄是晚上睡觉时间不想弹手机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